翻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圣经的林老师 十位同修 大家早上好 阿弥陀佛 今天已经是正夜十一了 这个快到严小姐了 严老师请坐 年纪大的人 这个新春期间 我们大家在工作之前 还是例行性的 补充一篇感应篇 感应篇是善恶的一个标准 所讲的内容 也就是佛说十善夜道经的一个 补充说明 原则上 这个善恶 这个十善十恶 是绝对的标准 这个不管有没有信佛 不管哪一个宗教 这个十条 它是绝对的标准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两舌 不恶口 不欺 不贪 不撑 不辞 这个就是十善 那么 违反这个十善就是十恶 这个生口一三叶 就是我们平常 造作的 不是善就是恶 另外有一个无忌 无忌就是不善不恶的 它也说不上善 也说不上是恶 这个叫无忌业 所以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 就离不开善恶无忌 这三种业 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照业 连晚上睡觉做梦 也是照业 就是我们的身口没有在动作 但是心里不停地 时时刻刻 这个心都在活动 所以晚上睡觉就像死了一样 这个身口没有在动 心还在动 这个心就没有停止过 所以人死了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 这个人死是这个身体 坏了 不能用 这个神是离开这个身体 不能用 那神是离开了 他有没有继续在 运作 都不停的 所以 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 实在讲 没有生死 生死是就这个身体 出生了 就生 死了就灭 所有的万物现象 都是生灭的现象 那么这些有生灭的现象 叫原生法 因年聚会就生 因年到了一个阶段 他又灭了 灭了他又生 生了又灭 对 好像我们一年 有四季 春夏秋冬 到了冬天 一年 中了了 再接下来又是春天了 这样 这样这个就是一个轮回的现象 所以我们 在这个轮回的现象当中 看到了我们现在都是生灭现象 实际上 这个生灭当中 有一个不生不灭的 它从来就不变的 本来就存在的 这些原生 他也不会跟着生 原灭 他也不会跟着灭 三十七年讲 法性 就是我们自性 我们六根里面的根性 它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学佛就是要 佛教我们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本来 我们现在迷失了自己 所以佛说的 原教都是叫我们 回归自性 认识自己 明心见性 见性就叫成佛了 见到自己的本性 我们现在都迷在这个 希望的像上面 迷失自性 所以变成凡夫 那么凡夫在六道里面 我们在这个 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那么这个 就有善恶了 估计 那么善恶 它有因果 它有果报 所谓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实陈未到 这个善恶因果 也不是上帝 也不是沿罗王 我们读了感应篇 就很清楚 那么都是自己 招赶来的 一开头就讲 获福无门 为人之招 灾货不报 它没有一定的门路 都是人之招赶来的 自己身口意 照做善恶业 感召佛福 事实是这样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为自己的 身口意 善恶 负责 这个别人 没办法 代替的 自作自受 自己照做 自己去享受 这个是事实神像 佛菩萨呢 他也只能把这个事实神像 告诉我们 教导我们这些理论方法 教我们怎么修学 去解决这些问题 他也带不了我们 他也不能代替我们修 修还是要我们自己 但是他可以从旁协助 给我们启发 给我们开示 法法经讲 佛出现在世间 为了一大事因缘 就是 开示 误入 佛之之间 那么 现在人把佛教看作迷信 想到佛 就是供在那边的佛像 这个完全搞错了 佛像是在那边表法的 那佛教我们什么 教我们每一个人 回归自己的自性 每一个人本来都是佛 你现在不知道自己是佛 佛出现在世间 就是告诉一切众生 这桩事情 让大家明了这桩事情 原来自己是佛 所以佛法教学就是 教众生成佛 那么什么叫成佛 就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本人 认识 自己本人 认识宇宙的真相 这个人生就是自己 那我们生活的环境 就整个宇宙 那这个现象 它的事实真相是什么 我们回归自性 完全就明了了 这个叫成佛 所以成佛是平等的 人人都能成佛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各行各业 出家在家 男女老少 只要明心见性 你当下这个身份 你就成佛了 是这个心成佛 不是这个象 象是由心生的 所以一定要明白 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修学 目前这个阶段 我们很现实的 还是要从断恶修战下手 因为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那每一个人 都不希望得到 不好的果报 希望得到灾货 大概也没有这样的人 如果有这样的人 他希望灾货多一点 大概头脑有问题 没有人愿意 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 但是不要得到灾货 那却灾货就很多 他也不晓得为什么 莫名其妙 就是不明白 这个事实真相 不明白因果抱怨的事实 理论 这些他不知道 所以佛大直大悲 出现在世间 就是给我们讲这个真相 告诉我们这个真相 那有的人相信 接受了 他就得福了 依教奉行 他就能够远离灾货 得到福报 那有人不相信 那他自己 这个因年还没到 那还要 还要受苦 那佛总是慈悲的 那时时刻刻 就是要帮助众生回头 所谓回头是岸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总是等待机缘 帮助一切众生 回头 回归自信 所以佛法是教育 那不是宗教 这个 遗归遗世 它的内容就是教育 现在的佛教试验 都是只有形式 都没有教学内容 也不跟大家说明 大家不懂 就变成迷信了 所以一个学校 如果老师没有在那上课 那些学生 他会学到什么 试验就是学校 天天要讲清楚 天天要说明 天天要提醒 那就忘记了 忘记了 落于形式 就变成宗教 变成明信 其实每个宗教 都有他的教育在 教育就是 教科书就是经典 这个我们也要认识清楚 现在你看 台上感应篇是道教的 道教的人 在我们台湾这个庙多少 香火很旺盛 但没有人在讲这个书 所以去拜拜 只是求祈福 求平安 求神明降福 那能降得了福吗 如果你自己的 身口一三列 还是恶业多 善业少 那还是宰货多 福报少 如果你修的善多 造的恶少 那福报就多 这个福报就比较少 如果存善无恶 那你就完全是得到福报 这个都是属于制作 我们读感应篇 你看感应篇讲的 这个都是 我们人自己找的 一开头就给你讲了 破福无门为人制造 不是神的问题 那么这些失过之神 他是根据人 你造的善恶 他是给你既功既果 他没有 个人的意思 这是一个自然的感应 那不是谁安排 谁安排 不是谁安排 自然的需要 那么像我们这个 地球人类 我们在阳间 这个阴间叫阴果力 阳间叫法力 但是阳间的人 定了这个法力 如果不照这个善恶的标准 依照经典来定 往往很多法力是恶法 那定了恶法 他是不是就没事了 那阳间是没事了 但是阴间的因果力 逃不掉 所以你定法力 如果你不依这个经典 这个标准来定 往往都定恶法 恶法就有恶报 像现在的堕胎 堕胎在立法院通过了 堕胎合法化 不但要杀生 而且是杀人 而且是杀得自己亲生而女 你看感应篇 刚才我们念了 损耻堕胎 十过之神就大过了 那么你说 你对一个人 不要说去杀他 你讲一句不好听的 他就恨你一辈子 如果打一巴掌 那没完没了了 何况你把他杀了 你说他放得下吗 那不定恨你恨了不得的几辈子都恨不完 他时时刻刻要报复的 一年到他就报复了 一年相报 没完没了了 那么通过这个法力的人 要不要负责任 他有没有因果 那这个法是什么法 叫恶法 他不依这个经典来定法律 就叫恶法 所以现在世界灾难那么多 那都是自己找来的 人自己制造出来的 不要怪天怪地怪什么 人都不负责任 都把责任推给什么 什么自然 自然灾害还是人制造出来 人要负责任 不能推卸责任 所以这些总说一句 还是从我们自己做起 这样才是最切实际的 要求别人 别人干不干是他的事 一定是自己先觉悟 你才能去帮助别人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今天一天工作愉快 发喜充满 阿弥陀佛 12月份 7月 Fund 7月份 杜特 7号 9号 iz 萝ис 构 & 感谢观看